中心经纬特户端12月14日电 2018年接近尾声 雷军与董明珠的十一赌约 在被人们提及 前三季度小米与德里相差全书 得营收数据 让外界认为董小姐居然胜选的王 不过雷布斯对赌局并不那么关注 她刚刚在个人微信号上拉稳 回忆过往八年的创业艰辛 感谢老员工的付出 并展望即将到来的2019年 雷军和到场的所有老员工们自拍图片来源 雷军微信公众号雷军在文中说 14日下午 小米在北京东升郊野公园 举办了员工五家周年庆典 她和在小米工作了五年以上的老同事们一起 在公园里步行了一圈 重温了小米创办八年来的点点滴滴 能够参加这个老员工庆典活动 我特别高兴 也特别激动 关于老员工这个概念 一开始大家觉得 只有刚成立时候的那些员工才算做老员工 其实 凡是在小米工作五年以上的同事 都应该算做老员工 雷军坦言 老员工是小米最宝贵的财富 他也希望老员工的团队能够越来越壮大 雷军感慨地说 时间好像走得飞快 一下子就过去了 也好像走得非常慢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 起起落落 登上了一个又极的高峰 还只是一家创办仅八年的 非常年轻的公司 回到2010年大晚小米中 一起走下一个十年 雷军如是说 五年过去 十亿赌局谁赢了 五年前的12月12日 董明珠与雷军打了个十亿赌局 赌小米五年之内销售额 能不能超过格力电器 而且赌资升级至十亿 资料股 董明珠中心经委是 而在两天前 也就是12月12日五年之约正好到期 从两家公司已披露的营收数据来看 显然董小姐胜券在我 2013年 格力电器的营收 已经高达1200亿元 而小米的营收仅有316亿元 今年前三季度 格力电器营收达1487亿元 同比增长34% 一亿规模净利润达211亿元 同比增长36.59% 预计2018年全员营收超过2000亿元 而小米在前三季度 的营收总和为1305亿元 同比增长64.1% 近日董明珠参加活动时表示 之前预测的2000亿目标已经实现了 网上也有很多评价 但是我根本不在乎 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次目标都达到了 我现在心情很好 今年以来 格力已经将业务重心转移到了造新上 董明珠对于赌局输赢看得并不太重 前不久 他还公开喊话雷军 格力2018年营收额预计增长500亿元 将会达到2000亿元 格力已经赢过小米 这场赌约没有意义 从两家财报来看 小米的增速大比例零件 但距离2000亿元含有约700亿元的空间 短期内实现超越应该比较困难 中心经纬APP PPP